- 台北小巨大2014HITTO - 哈囉我是HITTOFAN 聯幕網DJ SOA - 馬上今天在台北小巨大2014HITTO - 流行樂獎頒獎典禮的現場 - 幕後直擊要來直擊哪一位歌手 - 馬上跟著SOA一起走 - 哇 - 看到的是岩絕 - 哎呀 這麼帥氣的坐在這 - 岩絕你好 - 現在是 - 現在是我們幕後直擊嘛 -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- 那個剛剛在玩手機嗎 - 平常在私底下就是在那個幕後的時候 - 在人家台下的時候 - 看一下大家微博給我的留言 - 所以都馬上隨時的在更新 - 然後看一下這個聽眾的那個動態就對了 - 是 - 都好用心 - 所以上面的話 - 有些發布的一些文啊 - 都是你會自己上面去看啊 - 瀏覽然後去發文嗎 - 喔對 其實全部都是 - 喔真的喔 - 對 除非他講說爆喵仔 - 就爆喵仔其實是我經紀人喵哥 - 原來是喵哥在幫忙那個 - 對 - 萬一發布一些活動訊息的話 - 活動訊息 - 對 - 那自己有時候也會 - 比如說拍一些什麼自拍照啊 - 什麼的 - 或者是剛剛在這個台上表演 - 然後跟其他同事要一下照片 - PO一下現場的狀況 - 常常 - 那剛剛的表演有 - 從那個H Park出發前 - 就用完頭髮之後 - 就拍了一張 - 就說要來這個頒獎典禮 - 喔 - 但是好像沒有上傳成功 - 喔 - 喔 - 所以那今天在現場 - 其實也看到你這個很多 - 我們剛剛看到非常多 - 其他歌手朋友 - 有沒有剛剛在那個走道上 - 有沒有發現了很多 - 喔 - 這個圈內的一些好朋友 - 才一來就 - 先看到顏雅倫 - 顏雅倫 - 然後後來又遇到小鬼哥 - 喔 - 紅紅森 - 所以就還沒有去 - 好好有時間 - 跟其他朋友們這樣串門子 - 還沒有 - 對 他們可能也在準備 - 因為他們比我先上 - 所以對 - 我就也在這邊剛剛在開嗓 - 然後順便玩一下手機 - 不好意思來打擾你 - 不會不會 - 其實今天在每一個這個 - 你知道 - 休息室裡面都有一個挑戰 - 然後呢 - 到了這個楊乃文的時候 - 我就 - 喔 - 實在是非常痛心 - 因為呢 - 我就想說要來挑戰他的那個笑話 - 因為他的笑話 - 那個笑點相當的高 - 喔 - 所以說話就講了三個 - 結果後來發現 - 都挑戰失敗 - 他就這樣默默的一個狠狠的眼神 - 這樣很好笑嗎 - 我不知道笑點在哪裡 - 所以我就想說 - 這麼 - 這麼難的挑戰 - 笑話 - 所以 - 顏絕是不是有一些笑話 - 可以讓說話可以準備一下 - 下次有機會也可以派得上用場 - 下次嗎 - OK 下次覺得OK - 哈哈 - 我就說我派上用場 - 問問看你有沒有手臂有什麼笑話 - 想一下 - 隨便一個簡單的就是 - 笑話都偏冷的 - 喔 真的嗎 - 對 - 搞不好冷的就非常的有那個 - 通常都是那時候 - 在計程車上 - 你知道他們那個小螢幕看到的 - 喔 - 前一陣子有一個啊 - 就 - 真的很冷喔 - 小明在上課 - OK - 老師就問全班同學說 - 同學們 - 你們星期天想要去哪裡烤肉 - 然後小明就舉手 - 她就說 - 去動物園 - 因為那邊肉選擇比較多 -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- 真的嗎 - 太太爆笑了 - 但是我覺得 - 讓楊達偉那一關 - 她可能會說 - 喔是喔 - 你看到她表情會就是 - 欸 - 希望下次也能夠用一些笑話 - 來打動她的心啦 - 喔 - 這些消息都在Head FM官方APP - 快去一下 - Listen to the music - Oh yeah Head FM